大家好 今天是3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大家都可以說是相當相當忙碌 我其實首先想在這裡多謝我的同事 因為他們今天都很努力地 不斷看這些業績 跟我一樣 大家都眼睛睛 真的 有些朋友 記者朋友也很好 有些資料也馬上更新我 我也想在這裡多謝他們 跟大家先說一些業績表現 先去找騰訊 騰訊的業績 如果我剛剛拆了一段時間 其實是有好有壞的 好呢 就是說他們的收入 應該比大漢的預期更好 而且也能保持得到 另一方面 就是那個叫做狼夾的數 就是說扣除非通用會計總值的數 為什麼呢 其實這次 大家可能看一些媒體報道 不是說他們的盈利 有一個很大的倒退 如果同比的話 都要三個月 如果說這個叫做 年度 那個叫做盈利增長的話 就是一成的 但其實當中 為什麼會得到一成呢 因為公司的其他收益那邊 是差的 真的有些影響 特別是在第四季度的時間 這個數目呢 上年的同期是 79億多 今年呢 是虧20幾億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情況呢 我看看我有沒有說回那條數目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公司在第四季的時間 它有一個叫做 TME 即是騰訊音樂上市 這裡 就有一個一次性的開支 這個令到它有一個叫做 叫做 還有一些 可能若干的公司 有些叫做 減值的撥備 但是那些 扣除這些 我們說這些 這些因素的話 那個浪跡的話 其實增長大概是一成九的 不是算 我會覺得 對於我來說 一成九 收貨的 而當中 特別是我想 當然你說有沒有一些 是比較 表現比較差的呢 有的 因為 看看那盤數的話 那網絡廣告那邊的表現 是差的 即是叫做 是比預期差的 不過就這樣說回 因為為什麼會 可能那個表現是比較 訊息一點 最主要就是 因為 你可以說 看回第四個月的時間 整個經濟的環境 可能比較頑皮 所以就令到 這方面的港澳收益 可能人家說 比較 比較差一點 不好意思 大家不斷看 手機 因為 那些朋友 那些行家 大家都在談 騰訊的業績 不斷看有沒有 一些新的資訊 打算 update大家 對 剛剛說的 港澳收入 其實是 差一點 不過 如果你看回整個環境 我又不覺得 當然 這個是差一點 但是 整個環境 我又不覺得 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 就有個地方要關注 因為 其實以往的時間 增值服務 是佔騰訊的業務 發展 大多數 如果說 我們說 是 它的業務 收入的佔比 其實一到二來都是最多的 如果 以 全年來計 的話 這個數 佔比 大概是 五成六 這是全年的數 但是 有一個趨勢 就是 公司的真正服務 即是遊戲的服務 如果 以 第四 即是 過去的 真正服務佔比 大概是五成一 反而網絡廣告 和其他業務 包括支付 包括雲 那些業務 佔比 四成九 即 趨勢上 如果以今年的第一季 去看 我相信 可能那個業務佔比 有機會兩者 是五甚十 即 公司騰訊方面 現在那個 業務的比例 比重 不再單單是 那些遊戲 其他業務 開始 增速 相對比較快 即是始終比獎 所以 看看 騰訊 之後 國安局收入 以及其他業務方面 的增長 有沒有機會作長 加快 不過加快 同時 因為這些業務本身 那個成本 相對比較高 所以 現在 騰訊 又如何 爭取 即是 爭取 爭取 快一點 就是 網絡廣告 其他業務那邊 希望那個 增速會比較快 之外 成本控制得更好 即是這方面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 這件事 是可以的 同一時間 真正服務方面 遊戲那邊 看看 那些版套方面 是否有機會 可以快一點 其實騰訊 這個模特兒 挺好的 另外那兩款 即是說 廣告方面 一些 其他業務 即支付 加上 你說這個 叫做 這個 叫做 什麼 即是那些叫做 叫做 雲工方面 增速是快 但是呢 暫時來說 可能那些叫做 真正的營利能力 不高 那些遊戲是高 但是遊戲就下落 其他兩款業務 就上去 所以看一下 看看哪一方面 那個的 表現會叫做 比方會快一點 那這份業績 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 七成收貨 另外那三成 就是因為 看看廣告那邊的表現 有沒有可能更好 還有 看看 待會 公司管理層 分析會 有沒有一些 另外的信心 再增加那三成 看看可不可以 這個是 騰訊的業績表現 那我現在的價格 現在就跌了下去 就好像說 那個ADL的價格跌了下去 跌了下去 跌2至3 但是 沒有 反而我等一下轉 如果它的價格真的跌得多 可能考慮一下 我會考慮一下加注 不過 就這麼說 因為如果你說 以它的價格 這個業績 按道理 它的估值上 它不是算便宜 這是真的 所以看看我的價格 跌多少 350 留下 我可能再厚一厚 因為其實這一陣子 想買的都好像多多 我想加注這隻煤氣 但是又看到煤氣的價格 打得上來 那這隻 騰訊這隻 也有機會會加注 不過都是 沒有 看看今晚的分析會議 看看 一會兒 管理層說些什麼 這樣 這個是騰訊的情況 至於其他的股份 油股 油股 我都是輕輕拿 中石油和中海油那份業績 因為實在是太多業績 要看 那兩份 看得不太仔細 油股 如果看大數的話 應該是比預期差 派適 就好像中海油比較好 那 大家看看 我覺得 中海油應該還可以彈一下 大家自己叫做短線 都可以想一下 那另外就說一下大家的問題 因為市場就沒有太多說了 因為 看業績 都是現在變成這個情況 那 那 那 有些問題呢 就有朋友問 54 那其實 在我拍這段影片之前 已經通過了 應該是成功通過了 是可以 私有發成功的 那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有點而是 可惜 可惜的原因就是 其實你想想一下這間公司的NAV 是有六十元的 那 現在他用三十八個白去私有化 那 再加上就是說 那間公司本身多現金的 就是 你比他私有化成功呢 對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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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那 那 那 沒有啦 事已至此 也就自己已經定案了 那 所以就 如果還有那個朋友 那 就等 38個白 원 才可以發課作假 那 334 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還沒有看 那 我就像要花一點時間看 真的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給我一個星期六日的時間 我再回答這個問題 那148 見拖 見拖就看PCB那邊的 複銅面板的表現是很差的 但它好像有塊屯門 好像有一個樓盤賣 現在這間公司轉型好像賣地 因為PCB的業績說了出來 我印象中就說同格升了 但它不能將這些東西轉嫁給客戶 那變成那個業績是差一點 但它就比100-888 見到即騰版的 那它就好一點 但就似乎 盈利的前景就比較一般 那你未有貨的話 都可以慢慢偷一偷 另外 也可以說這個 其實12和1113 我覺得地產股 我比較忠誠 對這個版塊也是忠誠的 反正你說941 中移動 都可以大家談一談 中移動的業績 你說它很差 中性也是 我不覺得它很差 因為中移動本身 我對它完全沒有期望 是的 還有你預算它的增速 是會比中電信 中聯通為低的 所以現在這個數 我完全不覺得是差的 但只不過呢 其實它的情況和反正 好像其他股份一樣 大家希望可以收高息 但問題就是事與願為 所以我今天狂插 有這個原因 還有就是 始終我相信 它的資本開支 方面 似乎 這個又是一個未知之數 所以你看到大行 當它業績公務員出來之後 初步的評價就是 第一 顏色令人家失望 第二 本身 它的資本開支 很不清晰 所以這件事 都令它的價格跌得比較厲害 還有 一說真一句 當你的顏色又不是很高 但價格好像這麼高的時間 自自而言 股緊你 一定是 所以這也是那句 未有貨也是 不要厚著 我又覺得 不算是很吸引 是的 另外 每些公司業績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吉利 吉利的業績 相對不算一般般 又不算太好 但它的顏色是OK的 拍攝是有點驚喜的 所以我價格今天打了上來 但車股 我經常跟大家說 我不覺得車股是好的 所以 這一刻 炒完這一層之後 可能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也是那句 炒車股有貨的 自己看得到 這樣 好了 暫時就這樣 因為 都真的有點厚乾 而且都有點累 今天都真的 處理得比較厲害 看看晚一點的時間 有沒有一些 作中一部的消息 如果有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好嗎 但是 怎樣也好 明天的股價 似乎 這個機會相對比較大 不過我又不要擔心 希望大家和我一樣 抱住一個比較常 平常生活的心態會比較好 好了 那今天就這樣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